我最近是增胖的 刻意增胖的 因為之前做事太瘦 媽媽很擔心我身體這樣不行 沒有的 最主要是看外形的效果 當然想漂亮 希望這麼隆重 可能都要靠一些品牌支持 雖然她應該先儲錢 我正在儲錢 我自己自助 但未來很多變化都要 未要糟糕 絕對是 我自己也要喝奶粉 我會先滿足實際的需求 滿足了 再可以點綴自己 絕對不是我開的 那是有些不法的騙徒 利用我的照片去開投資辦 那是一個騙局 希望大家小心點 我上網見到很多不同的藝人 或者名人都有這個情況 唯有大家小心點 因為我每一次去舉報那個項目 其實她很快被刪了之後 她又再開一個新的 其實有點像貓捉老鼠 其實很難去不斷舉報 暫時沒有 但有很多朋友 在我的社交媒體 追蹤我 都說她差一點 被人誤導了 我都立刻 說不好意思 和跟她說 是假的 不是我 或者很多人會問我 這個是不是你 沒有追蹤得很清楚 其實我不是做投資的 我亦都不是做財經的 所以這方面 其實我不敢說自己 有什麼獨到的見解 其實我都是非常之 我盡力都會理財 但我都是非常保守的 其實我都很少買股票 因為我覺得 個別股票都比較高風險 希望買些會升值的東西 之前 我知道 之前你們也有同事問過 我就說 我不回答了 因為每次經我的口 又要在我的新聞上 好像把別人家的東西 我覺得不是那麼好 把手勢 嗯 其實我們兩個 一向都對這件事比較開放 好像Suki 她自己一直都教唱歌 她做歌手之前 她也是在教唱歌 有其他職業可以幫助 我覺得沒有問題 最重要是自己對這件事有興趣 如果真的為了家庭 你要賺多些錢 我覺得很合理 還有現在的年代 又有些不同 以前 做藝人 好像透明度高了很多 反而觀眾覺得你很落地 你是為了生活也好 家庭也好 理想也好 你去嘗試不同的東西 觀眾是用另一個角度去看 以前 做藝人 不可以搭公共交通工具 其他東西不能做 但是衣服穿過一次 再穿又會說你 這樣 其實我覺得現在的世代 不同了 我都是 我都是 我都是